世界 作詞・作曲・編曲 初音ミク 春秋時期 鲁國人增身是孔子的學生 他是一個孝子 從小就很孝順 不僅幫父親耕種田地 還幫母親做家務 母親 飯食我已經準備好了 您和父親一起用飯吧 你要是其他早來準備的吧 你白天又要耕種又要學習 這些以後你就別做了 讓我來做吧 母親 這是我應該做的 家務看起來簡單 可是瑟碎繁雜 一點都不輕鬆 我要是能多做點 您就可以少做一點了 可是 過去孩兒年紀小 看您忙碌 卻幫不了多少忙 如今孩兒長大了 終於可以分擔了 就讓孩兒多做些吧 神兒真孝順啊 父親 這是飯後的點心 養子 減了這麼多啊 來 你也吃點 謝謝父親 我不用了 父親愛吃的東西 我怎麼好攤嘴呢 父親 今天的飯菜剩了不少 是不合口嗎 飯菜合口 我已經吃飽了 母親 您覺得如何 好吃 我孩兒做的飯 比我做的強 那是因為 母親很愛孩兒 所以孩兒 做什麼 您都喜歡 父親 這些剩餘的食物 請問如何處置 孔夫子常教導我們 忍者愛人 如今我們飽食了飯菜 可是那些不如我們的人 還沒有飯吃 就把食物給他們吧 孩兒知道了 就按父親的意思去辦 孩子 你給我們燉來了好飯 可自己光喝粥怎麼行啊 母親不要擔心 孩兒年輕 吃粥即可 這裡不是還有好飯菜嗎 你何必吃鹹菜呢 母親 這些食物 父親已經安排好去處了 我一會兒就給 路過的乞丐送去 可是你自己呢 娘 那莫心疼 孩兒 並不貪圖口腹之欲 還是讓孩兒 遵從父親的教會吧 媽媽 膳兒 我讓你來 我讓你去 你去 我去 我去 父亲 您的意思是 我决定送您去孔夫子那里学习 可是 这件事就这么决定了 我还有事要出门 你做做准备 明日就动身吧 是 父亲 母亲 父亲令我追随孔夫子 可是 我不放心你们 唉 我也希望你能陪伴在身边 只是你父亲可能有更多的考虑吧 是的 母亲 我要到山上打柴 您先把药喝了吗 我去去就回 好 注意安全 早去早回 父亲令我去追随孔夫子 到外地游学 是因为我孝兰双心没做好吗 我要是走了 田里的荣活也只能靠父亲了 而且 母亲的身体不好 不行 我实在不放心母亲 经常砍柴花的时间长 不如在路边捡些碎柴 虽然不够用 但能早些回家 请问 曾典先生在家吗 哎呀 有客人来了 丈夫和儿子都不在家 我这个样子怎么能见外客 可是不接待有个失礼 这可怎么办 母儿要是在就好了 心口好痛 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啊 我还是赶紧回去看看吧 对不起 我实在是太失礼了 我的丈夫儿子都不在家 只能请您稍等一下 天麻烦的人是我 我应该现在通报一声的 娘 你没事吧 您的手怎么了 我刚才不小心咬破了手指 这孩子有客人在 他来拜访你的父亲 哦 对不起 我父亲外出不在 我这就去找父亲回来 母亲有病在身 不方便起来招呼 请您先随我到这边的房间 稍事休息 嗯 好 对不起 你的儿子 待人处事的礼仪都很周到 我早听闻过他孝顺双亲的美名 今日见到 果如传言中那样啊 他需要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 我正打算送他去追随孔夫子学习 也许聆听着夫子的教话 他会有进步 曾神 你父亲的志向高远宏大 令人敬佩 他也是夫子学生 如今你们父子二人追随同一位老师 你可不要辜负他的期望 要替你父亲发扬志向啊 曾神受教啊 母亲 我愿意完成父亲的志向 去追随孔夫子 只是因此不能在您床头尽孝 儿子实在惭愧 不要这样说 能替你父亲完成心愿是很好的 只是您为何突然改变想法了 哦 孝道有三小孝养父母之身 中孝养父母之心 而大孝乃养父母之志 我在田里耕种可以养父母之身 在家侍奉双心可养父母之心 然而养父母之志不仅要能游学四方 还能立身行道 扬名于后世 一切双亲的荣耀 你明白这个道理就好 放心去吧 不要担心我和你父亲 是 母亲 曾申奉父母去楚国跟随孔子学习 曾申勤奋认真 学有所成 然而他总是心情家乡的父母 于是便与朋友结伴回家探望双心 天气太冷了 我们得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前面有灯光 太好了 那没有人家可以避避风寒 终于到了 慢着 怎么了 我们不能进去休息 为什么 这个村子起名圣母里 实在是对母亲人不敬 我们还是绕行吧 这只不过是村民而已 并不算冒犯啊 乌鸦懂得反捕 高羊也会跪着喝奶 母亲赋予我们的是生命 多一点恭敬的存心 有何不同啊 你若是不肯绕行 我就下车独自在来等候 唉 真拿你这个大孝子没办法 走吧 驾 驾 曾师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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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师娘回来了吗 按照约定 她早该到了 唉 现在时局这么乱 天人说路上都在打仗 她别是遇到了战祸 冲了危险吧 哎呀 慌什么 只要我还活着 她哪里敢死 父亲 母亲 父亲 孩儿回来了 孩子 又是太平吗 有没有遇到危险呢 母亲请放心 孩儿知道 你们在家等我回来 所以 会千方百计 逼你受到伤害 请母亲放心 母亲 这是给您的礼物 孩子 你回来 比什么礼物都好 父亲 村中的杨枣树 汇于重汉 我知您许久没吃 恐怕很想念这味道 这些杨枣 是我从林村带来的 您快尝尝吧 嗯 嗯 好事 夫子 这些都是曾身孝顺父母的事迹 您觉得他的品德如何 孝顺父母是道德的基础 敬爱兄长 是道德的延续 信用是道德的深化 忠诚是道德的主旨 曾身是符合着四种道德要求的人 如果我将孝经传授给他 我相信他是可以发扬好的 先生知道了 公元前四七九年 孔子禀物 曾身为他欣赏三年才离开 父亲母亲 床铺已经收拾好了 请你们去休息吧 好的 父亲 你明天想吃些什么 像你往常准备的那样就行 曾伦过来 是道奶奶 孩子 你父亲是个孝子 你以后要像他孝顺我们这样孝顺他 是奶奶 我也要当孝子 母亲 怎么还不去睡呢 孩子 这米缸都快见底了 母亲 你风路本来就不多 可给我们吃的用的都是最好的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呀 母亲不必担忧 只要孩儿少试点 少用点就足够了 我听说齐国想聘你任高官 去吧 别为我们而留在这里埋没自己 母亲 恐腹子去世之后 我为老师在心中守孝三年 深刻地体会到了 自于养而亲不待的悲伤 如今我的双亲健在 已是极大的福分 没有任何事 比在父母床前尽孝更重要了 你有这番心意我已经很满足了 孩子 其实你去齐国一样可以尽孝 母亲 失君之路便有优君之事 哪能像现在这样 自由安排时间 恐怕到时候就身不由己了 儿啊 你是忠师娘的好孩子 孝子增生的父母 一年纪越来越大 而相近去世 这令她悲动不已 吉时已到 请 父亲啊 怎神不孝 没能照顾好您 如今您与母亲都撒手而去 只留我一人在世上 一想起我还有那么多不周到的地方 就很惭愧啊 曾父子 请节哀 你吉时已到 我要拉车了 子羽雅而亲不待 我只能通过追忆来缅怀你们 快来人啊 曾父子晕过去了 曾父子竟然被痛成这般地谱 您不知道 他因为悲痛 已经期待没有吃汤饭了 老师果然是个孝子啊 老师 您为什么不吃杨枣 我不忍心吃他 您不是很喜欢吃杨枣吗 以前爱吃是因为父亲喜欢 如今父亲去世了 一见到杨枣 心中不免伤心 今后不必再为我准备了 是 老师 吃饭吧 今天难得有一条新鲜的鱼 老师 你怎么哭了 我的母亲最爱吃鱼 却很少能吃到 他活着是不至于的鲜美 如今我却吃到了 罢了罢了 以后我也不再吃鱼了 此后 曾深将对父母的孝爱之心 全部投入在红阳孔子的鱼之上 他招勇四方讲学传道 向人们传播孝敬的道理 老师 请问什么样的人是君子呢 不仅可以托付幼小的君主 还可以托付一个国家的命运 而且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 却不动摇屈服 这样坚强的人就是君子 老师 君子除了满腹精人 既没有军队也没有力量 那如何算作坚强呢 把人的精神作为自己的使命 与责任就算坚强 老师 过去您在齐国和楚国 都做过高官 为何器官不做 而开管授课呢 我父母去世后 我在楚国做了高官 但却常常面向故土哭泣 因为我再也不能孝顺父母了 这让我明白 如果不能实现父亲和老师的共同志向 就算得到高官厚禄也是不孝 夫子说过 只要把主张应用于政治 也就是参与了政治 如此 传播老师的经典 比输师为官更为重要 我明白了 我听说 你孝亲的很多事迹非常欣慰 夫子的学生中 你的孝行不愧为质德典范 乃父母之荣光 你过奖了 其实我做得很不够 并不能成为孝子 你太谦虚了吧 曾经有一个与我同名同姓的人 犯了杀人罪 结果别人都跟我母亲说 是我杀了人 还有这样的事 轻者自轻 你的母亲一定会相信你的 我母亲那时正在织布 只回答一句 我儿不会杀人便继续工作 那不是很好吗 结果又有人来跟我母亲说 曾神杀人了 母亲依然不理会 哦 然后呢 谁知有第三个人来跟我母亲说 曾神杀人了 那你母亲如何回应 我母亲听到这么多人都在说我杀人 心中不由惶恐 以为我真的干出这种恶事 于是她感到害怕 居然丢下支布缩 逃走了 这 唉 所以我不能被成为有德行的人 这都是谣传 你并未做错呀 若自己真是德行无瑕 母亲便不会有此顾虑了 所以我每天都要自我反省至少三次 能说出这样话的人德行已经很高了 老师好 龚明轩 我听说你已经有三年的时间都不读书了 这是为什么 我哪里敢不学习 不过是在观察老师的一言一行罢了 哦 你的观察到了什么 我接先生在房里的时候 只要父母在 你的声音就很小 先生接待宾客时 恭敬节俭却不松懈怠慢 先生在庭院严格对待下人 却不诋毁伤害他们 我喜欢这三点 可是向您学习了 但还没做到 你能从行为上直接学习 我竟然没有发现我不如你啊 老师过奖了 学生从老师身上 学到了更多 请问老师 我们为何要从孝经学起 孝道是德行的根本 孝是双心的人 也一定会对君主忠诚 身体发肤 瘦之父母 父母与我施为一体 所以爱护身体是行孝第一步 如若能保持灵节 不让自己受到侮辱损害 便是给双心赠天荣光了 孝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以什么标准来行孝才是正确的啊 孝子应在生活中爱敬父母 和颜悦色 使他的开怀设心 在父母病中尽心服侍 在虚实时也应尊礼 致爱祭奠 不可草率 学生记住了 曾神五十岁后 寿夜有成 德行远波 许多国家都慕名前来 请他去做官 老师 齐国的使者聘请您微笑 楚国想要迎进您做令营 靖国请你去做上亲 您为何都不去呢 当年做官 我是为了奉养父母 我父也曾学于孔子 而尽弘养夫子精神 才是养我父之志 才是尽孝的最好方式 搞完后路 并不值得羡慕 哦 我哪也不回去 咱们继续讲经嘛 夫子真是将孝行 换成在生活的始终啊 曾神 世青尽孝 日即严谨 尚程孔子之道 下期子思梦子 对孔蒙文化的传承 影响深远 曾子月 无日三省无身的反求功夫 也为后世子孙 留下了修身养得的永恒真理 而修身养得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仅不识六道众生 可以增长不识者 福禄受财 生生世世 福寿长 善根具足 也因为不识轨道众生 与众生结善缘 则能免除一切有形无形障碍 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 事业有所注意 国际万场燕共自104年4月11日起至110年4月23日中午止 海内外共303,025场 不识蚂蚁 小鱼 自105年5月21日起至110年4月23日直 海内外共12,311次 你们知道吗 台湾即将迎来新的里程碑 是什么 是什么 这件事和你们都有关系 就是民法成年年龄修正了 那会有什么改变吗 改变可大了呢 从112年1月1日起 满18岁就是成年人咯 而且男性女性一律满18岁以后才能结婚 成年人就能自行签契约 租房子 到银行开户 不过成年人也要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 做任何决定前都要多加思考哦 我们会赶快去了解全力一物 满上成年的第一步 老大 我们扛了78年了 室内滴水 墙壁裂开了 快了快了 新超风寺正愁见钟 你看老三老四在后面努力撑着 在还没动工前我们都要努力撑住 加油啊 是的 他们是新超风寺大雄宝殿外 四脚头抬妙脚的立士 昭和18年1943年9月30日 自山上旧超风寺迁移至今78年 新超风寺拥有300年前 由大陆南海普陀山请来正殿 供奉的百亿观音 到此参拜过观音菩萨的信众 都感到非常理议 山门经过岁月洗刷后的灰色调 飞檐翘角 仍精神抖擞 殿内祖尊供奉华言三圣 释迦摩尼佛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 白衣观音以红白色调为主 雕刻线条清晰明快 面容温润的白衣观音菩萨 思想中却可感受到历史斑驳的痕迹 右偏殿供奉初祖达摩祖师 右手成拳左手包住以示善意 圆滚滚大眼睛加上露出的门牙 严肃中带点和蔼可亲 左偏殿供奉正气参天 观圣帝君 再近一点圣君对你微笑呢 准提佛母身上的配饰 是不是似曾相识 四里一对一对的梁柱 在造型上各有不同 梁上的题字是警醒 是柱岛 细致的雕刻艺术 更具历史风貌 保存价值极高 抬头仰望日式风格的 隔天井年久老旧有滴水的情况 所以目前可看到大殿外观 暂时性大铁架的照护之下 让外面下大雨 里面下小雨的状况 得到大大的改善 桃砖下方为年代久远的 孤老石地基 可看出有下陷状况 静谧的大钢山新超风寺的一扇窗一面翻 蒋确心大师打造的青斗石天公炉栩栩如生细腻精致 还有很多值得探讨的脚脚落 邀您随喜共修修善功德 延续观音慈悲苑驻佛殿 邮政化播 0044858-4 0044858-4 沪明新超风寺 电话07631-2291 07631-2291 地址私食一个月在自己家里做 简易验供 但是上个礼拜发生车祸 不知道是否仪轨没有做不好 没做好 还是有其他要改进的地方 你要这样想 好在你有死死 不然找死了 那个车祸只是一个众业轻报 不能退转 对不对 所以车祸是一个业 但是你死死也是个上报 然后众业轻报了 然后更认真做 这样就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